不同色系的绣球花品种 开得相当鲜艳 仿佛是阳明山上的大型花谱 2022竹子湖绣球花季即将登场 今年地景艺术以时尚 纯彩色为主题 要让大家来场 夏日卸购 其实我觉得都很好逛 那民众也真的还蛮多的 因为不会像去年都 很多农员都只好暂时停止营业 那现在几乎每家农员都营业 然后游客也很多 去年因为疫情影响 竹子湖内的农员接连关闭了一个月 今年虽然确诊人数严峻 但因为有了疫苗的保护 农员也跟农会通力合作 设计花墙 花海 以及梯田景观布置 希望让民众能够强扬其中 今年培育绣球花 都用很多形式 很多形形下去 所以真的来看看 我们的绣球花的各个农员 他们精彩的表现 现在来到阳明山 也能欣赏到 不输日本北海道的绣球花景 产业局预估 这一个多月的花旗 将吸引近50万民众前往观赏 渴望带动地方产业 活络商机 记者曹灯华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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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